翻開你不願面對的答案 是否有達到大家對你的期盼 還是這一切早就沒了答案 才發現自己的工作越做越爛 是否有些人 承認你假裝的心境 其實也太少了 就是心境 喂 自己寫的歌詞怎麼忘記了 自紅酒粉絲一同慶生 演唱自己寫詞創作的新歌 竟然忘詞了 其實很緊張 自己寫的 然後自己忘的其實還滿好笑的 好像沒有人幹過這種事情 對 我就是第一人 歌名是否 其實歌詞裡面也提到了很多次 這兩個字 對 有很多問題想要問這樣 所以就想說把歌名取名為這一個 二十三 二十四的這個時候 我會對很多我的生活 不管是工作還是什麼的 然後會有很多的疑問 所以就寫出了這個歌這樣子 除了現唱新歌 子紅在生日會上也難得秀廚藝 現場炒飯展現不同於 平常形象的一面 其實滿香的 雖然很簡單 可以說 這個炒飯和另外的炒飯 其實都很厲害 都很厲害 二十四歲獅子 成年禮的意思嗎 最近一次炒飯在上上個禮拜 對 算是小小自己炒了一下 對 自己給自己吃啦 平常會自己在家裡下去 平常如果有時間的話會 就是因為我覺得滿好玩的嘛 因為我有朋友是當廚師的 然後我也請他教我這樣 沒想到子紅酷帥的外表下 有著居家好男人的料理興趣 融化不少粉絲的心 而接下來子紅出了玩魚的主食工作 也將投入全新戲劇作品的拍攝 粉絲們可要好好期待囉 文全娛樂 王健堂的東銘採訪報導